謝謝我們 俊雄 蔣妍 口才真的很重要 尊嚴就是舉起口才的地方 好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下一位 那這一位呢 是蔣妍 她是 她的職業別呢 應該是自由業吧 飛來邊去就像蝴蝶一樣 這邊來這邊去 那她希望我們全景色友 就像口才 嘴巴裡吐出像鑽石一樣的 那麼閃亮 告訴大家 這就是我們未來56期的社長 那我們掌聲歡迎阿姆威律 主持人 社長 各位是有大家晚安 晚安 這個我記得在進行這一次的 社長的時候是俊雄嘛 對不對 沒錯吧 我覺得真的很有默契 因為今天她第一個開的就是說 口才是什麼 是鑽石 所以我們在56期的時候呢 設計的DM呢 不但是嘛 比鑽還要怎麼樣 鑽石 所以口才呢 現在呢 在科技時代呢 她已經是了嘛 是鑽石 所以呢 剛才聽到了俊雄的分享 我覺得 哇 真的很有默契 當然呢 我們一貫尊嚴的習慣都是 俊男都要什麼啊 美女的習慣 美女的習慣 所以我就當時用誤會了 那這集這個尊嚴社對我一樣 我覺得今天這個鼓勵呢 對每一個來講 其實她就是在分享 因為這個學習也快結束了 上了半年 那個一定有很多的感覺 那來之前 現在 還有學的未來 那麼你可有很多的想法 那麼我們俊雄先生呢 她呢 就說啦 來這裡呢 她有三大的 她特人覺得 分享她三件事情 什麼跟成功人士接近啊 中間還提到的 所以我實在不能說 真的說你真的講得很棒 然後呢 還是在自我學習成長 很多她的分享 那麼我覺得這個題目 其實你只要偉偉到來 在這一段的期間裡面 你想要去分享什麼 你覺得你學到了什麼 你想告訴人家 告訴自己覺得OK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範圍 因為每個人對學習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有的人覺得A好 有的人覺得B好 有的人覺得C好 我覺得只要去吸收到 就是那麼一點點 我覺得都是很OK的 那講到我自己其實 我以前參加過很多的社團活動 但是我沒有親自去參與 也就是說別去腰貨著 現在這個社團 我是有點是還沒有開始 我才剛進入狀況 但是我就好佩服前任的每一個社團 我真的想跟他們打工做膩 因為我覺得公益社團 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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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不容易 我必須要強調這一點 因為以前我們是企業式的經營 所以它是中間是有很多 或是因為你未有其他就是付錢 或者是很多這種金錢往來 所以它有的處理是非常容易的 可是公益社團 因為它牽著它是公跟益 這裡也是真的不簡單 我從來沒有自己真正來參與過 一個社團的開獎去經營它 我現在才開始走第一步 我就是被全人的每一個社團 真是配不到 不要說五體都已經六體都不夠 就每個都是我太配 每一個公益社團的前面的每一個社團 他們太厲害了 真的沒有他們 尊嚴社到現在 我才能夠這樣持續的走下去 我真的只能說非常的佩服 那剛剛這就是我對自己而言 尊嚴社的給我最大的感觸 就是到我真正認識了公益團體的付出 跟一般企業 真的是差非常非常的多 我以前以為是很相近的 後來真的覺得差別太大了 那我希望這樣 有一點在各位是有支持之下 大家能夠一起的成長 快樂的學期快樂的進步 謝謝 謝謝公益獎您的分享